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多伦多参加我们的讨论 今天的节目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在Facebook还有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直播 欢迎各位提问 也欢迎各位发表您的看法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英万富翁郭文贵 星期三透过美国之音爆料 他的指控还没有得到核实 而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的专访 走通原定的三小时 突然缩短为一小时 而无论是郭文贵爆的料 或者是美国之音终止访谈 都引起了极大的热议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曾约见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要求美国之音取消这次的专访 并威胁可能不再延长记者的签证 中国驻美大使馆曾联系美国之音 试图阻止这次的访谈 报道说原本的安排就是只直播一个小时 其他的两个小时则录制下来 以便让记者能够查证郭文贵的指控 也让中国政府有机会回应 由于沟通出现问题 所以直播超过一个小时 等到发现已经超时时 直播嘎人而止 郭文贵接二连三的爆料 似乎触动了中共高层的痛处 中共十九大马上就在今年的秋天召开 那么郭文贵的爆料 会如何影响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的 在谈郭文贵爆料 十九大相关 或者有什么样相关的可能之前 我们先有一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贵州选举金秋 中共十九大的党代表 结果习近平在贵州全票当选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请文昭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 把习近平在贵州当选为党代表 这个事情 关于中共的领导人 现任的领导人 在哪个省份当选党代表 好像历来也都是一个比较错乱的 你像周永康在当选十八大党代表 是从新疆选出来的 当然因为他新疆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后来是当了政法委副书记 确实是他这个维稳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 是周永康当时势力盘踞比较大的地区 所以由他那边选举 全票选举他作为新疆省的十八大党代表 显示出了他的地方对他的支持 那么习近平呢 我们知道他的中央办公室主任栗战书 曾经是贵州省省委书记 所以我想大概也是遵循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由一个他的支持力量很大的一个地方 首先选举他作为十九大的党代表 表示就是也是一个从容的手工 按照中国以前的那个说法 那就是谁出这个头选 他这本身也是一个荣耀 所以这个荣耀要给亲信 自己的这个比较嫡系的力量 是 谢谢文昭先生 夏宜良教授怎么看这个事 我看到人民日报那个头版 一个非常醒目的 而且用红字的标题 字号也特别的大 说这个习近平在贵州 全票当选为贵州代表团代表 我看到这个版式啊 给我想起了就是说这个文革期间 那时候毛主席发表什么指示 每一天都有最高指示 每一天都是有那个通篮的大标题 结果实际上什么意思都没有 就是为了塑造他个人的权威 所以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很像文革 很搞笑 另外呢就是讲到为什么要在贵州当选 大家知道贵州是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在贵州地区最近他也去过 去过的意思就是说要加速这个贫困地区的开发呀 什么这些 他想表现出一个最高领导人 对一些落后地区的这样一种 所谓的关怀帮助 那么在这当选代表将来如果这个地区 经济上有一所进步的话 他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大做文章 就好像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一个自己所联系的点 这个可能熟悉中国共产党这个活动史的人都知道 历史上他们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活动点 对口单位 不管哪个领导人他都要在自己 他愿意做样板的地方来搞一些自己得意的制作 用这个得意制作在向全国推广 所以过去党的高级领导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联系点 对口单位或者对口的省份 我想现在按道理来讲 从习近平的官场经历来讲 比较多的应该是河北省和福建省 而且最集中的是福建省 后来是浙江省上海市 但是应该说福建省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 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是福建代表团的代表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 为了联系自己的这种对口单位 想表现自己的政绩 特地来讲选了一个新的落后的省份 今天事先就排定要来谈郭文贵爆料 对于中共的人事布局 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一下 就是郭文贵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爆这样的料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文昭先生您的看法好吗 郭文贵选择此时爆料 有他自己的一个明示的说法 也有一个暗示的说法 但他明示的说法就是 他的财产和家人被中纪委和公安部的专案组 负责人傅政华给扣下了 而且他的家人这么几年以来 也是受到了步行虐待 他的员工也是 而傅政华是要以他的家人安全和他的财产为要挟 也要求他在海外去调查王岐山和孟建柱的情况 他按照这个傅政华的要求做了 然后再把材料交给傅政华以后 他的家人非但没有被释放 反而迫害变得加厉了 于是他经过了前两次 一月份和三月份的两次爆料 并没有达到结果 他的家人没有被释放 于是他这次想爆出更猛的料 就按他自己的说法核弹级的猛料 这次是取向了王岐山 这个意思是说希望给王岐山带来触动 给王岐山带来压力 从而过问他的案子 使他的家人得到释放 他的财产被交还 这个是他一个民事的说法 但是郭文贵还有一个暗示的说法 那就是说他在第二次爆料的时候 就专门谈到他自己实际有一个时间表的安排 他劝告网友不要太催促他 急于把所有的猛料爆出来 说中共的十九大不是还有大半年吗 第二年的两会还有十几个月 这显示出它是有步骤的想释放压力 是有要影响中共高层政治形势的意图 当然这两方面的目的 我认为有可能是有匹配的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是同步的 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面 通常一件很大的事情 涉及到关键的政治人物 这样的舆论出现以后 他会有各方面势力的参与 有党内的势力 不同派系的势力 也有像我们海外这样的评论 他有各种意见 各种势力的参与 是不是也有人向郭文贵提出这种要求 希望他把矛头指向王岐山 一旦事成 那么作为交换条件 他会给郭文贵办很多很多事情 释放他的家人 交换他的财产等等等等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是不能排除 到今天我们也不能排除 因为以这几年的经验来看 每一次大的爆料 都与重大的政治背景有关 2012年10月份 纽约时报曝光 冯家宝总理家族的财富 那个时候正好在18大之前 然后2014年吧 我记得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 离岸金融解密 那个时候也是在 周永康案进行的关键过程中 而那个离岸金融解密 曝光了大量的中共的红二代 在海外藏富的情况 这个也使当时的中国的政治生态 高度复杂化 而现在郭文贵爆料的时机呢 是在19大之前 19大的一个最重要 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就是王岐山今后五年干什么 他会不会留任 超龄流任 以及会不会执掌国家监察委 所以我觉得和这个政治 和政治背景相结合 和过去几次重大海外爆料的经验 相结合 说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动机呢 我觉得还不能够清晰 好的 这个下一栏教授 刚才文昭先生讲 他说这个 他一定是背后有一个 更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图谋 要看时间 然后决定爆什么样的料 您觉得怎么看 郭文贵当然希望把事情搞大 搞大的话他才安全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然后他的人身安全 然后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 要求这个退还 这是有可能实现 包括对他家人部署的安全 但是呢 到底能不能影响 19大的政治格局 我觉得不能单靠 他一个人的爆料 其实他爆这些料 即使说是核弹级别的 只不过就是通过一个 直接当事人 把一些事情说出来 而有很多事情 其实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早就有分析 比如说这个王岐山 跟习近平之间 到底有没有个人的这种 一些不同意见 或者是甚至一些 很深的猜疑 这个我想一定是有的 前一段时间 其实党内有一种呼声 说对习近平不满 说希望把习近平换掉 换掉的话 谁来做最高领导人呢 显然那个李克强太软弱 大家觉得李克强 不能单是重任 所以很多人觉得 呼声最高的是王岐山 也就是说前段时间反腐 他取得了很高的声望 甚至有功高盖主之嫌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 也就罢了 如果一个人能力特别强 而且他又不是第一位人物 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联想 所以习近平内心里边 他一方面重用王岐山 但另一方面 对他一定有戒备 这个戒备呢 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只是 让他们去查 王岐山和孟建柱的 这个个人资产的问题 我觉得这倒不在于说 他如果真的有贪腐 就把它弄掉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共产党的贪腐 是百分之百的 谁都有贪腐 他之所以想了解这些情况 是想抓一些把柄在手中 到将来如果出现了 他不能掌控的时候 他会拿这个东西来作为杀手锏 郭文贵爆料里边呢 有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就是傅政华向他布置的 那这个傅政华是习近平 非常信得过的人 甚至呢就是说 他瞒着王岐山和孟建柱 这样的高层领导人 去私下里去搞一些侦查 那他要通过傅政华这样的人 心腹 算是他的心腹 所以这个呢就是 更加直接的一个爆料 或者这样一个佐证 另外他还讲到了所惠的问题 就是几千万 傅政华实际上是向他敲诈了几千万 那么实际上 共产党敲诈的情况很多 包括郭文贵能够发展到今天 而且他讲了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叫商业挂靠 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大商人 大企业家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如果国安部有需要 你就要配合 你不配合也不行 所以这就是把这个 中国共产党这个 就是党国统治啊 把它描绘成一个真实的黑社会 而且是有证据的 好的 这个 在种种评论中间呢 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然因为现在大家 都不太 很难 没有哪个人敢说 他有全部的资讯呢 能够这个亏得全貌 提到一个呢 就是说 现在郭文贵啊 他究竟是要挑起 习近平和王岐山中间的分歧呢 或者是 其实呢 他又是得到某种这个 高层的这个暗示 或者是民事啊 要来借着这个习近平 来压制王岐山 免得像这个刚才夏教授讲的 这个习近平这个担心 王岐山会功高震主 这个我们现在啊 这个真是也只能说 让专家来平息一下 文昭先生 您怎么看 他究竟是什么动机 是要挑起习王的矛盾呢 还是站在一边 要打另外一边呢 我觉得从他的这个 所报告料的直接动机来看呢 他似乎是比较在意 他家人和财产的安全 那么说出习近平去调查王岐山呢 也很可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 当然是我主观采测了 就是增加王岐山的压力 从而呢 感觉到好像似乎 针对王岐山的一些不利动作 也来自于更高层的 增加王岐山的压力 从而让王岐山对他 郭文贵做出妥协 来过问他的案子 然后呢 达到他的目的 但是我想 实际客观效果 要分化习王 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还不是说 按照中国古代的那种 宫廷斗争讲的 鸟尽攻残的时候 为什么呢 第一 强敌尤在 强敌尤在就是说 现在的政治局常委里面 原来江泽民扶持上来的 看守习近平的那几个常委 都还在 刘亦山 张德江 张高丽 可能还加上一个与政务生 他们还没有下去 而且很多重要的案件 还在侦办过程中 现在王岐山重点 是在啃金融行业 这个硬骨头 过去很多案件 签出出的关系 还没有了结 强敌尤在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 把王岐山搞下去 对他不利 断其一笔 对习近平自己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 他这个时候去分化 习王之间关系 其实达不到 除了强敌尤在以外 还有人事未定 人事问题就是说 十九大的人事未定 现在十九大 我们知道 习近平李克强肯定会在 王岐山还有可能留任 那剩下几个是谁呢 现在还几个美谱的时候 人事未定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体制未定 就是在十九大以后 是不是要设立国家监察委 他就是习近平的目标 是想把这个反腐制度化 然后呢 他希望建立一个 类似于俄罗斯和新加坡 那样的一个 威权下的法制模式 能不能做到 是另一回事 这是他的目标 那么他现在离那个目标 还很远 在这个过程中 王岐山是他的得力助手 他是必须要依赖王岐山的 体制未定之前 你就没有到 鸟尽工藏的时候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说 谈分化习王这个关系 实际上做不到 就是现在习王这个命运共同体 目前连接的纽带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郭文贵先生啊 就是这次 他不用提出习近平 提出习近平呢 其实反而对他自己努力 就是他有点 还是有点魅于大事吧 就是这个时候 你去触动习王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为了维护王岐山 为了 因为断他 王岐山等于断他自己一臂嘛 他现在权力 还要在十九大上 才能够完成恐怖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反而可能会更加 这个就是中国那边会以更加严厉的态度来对待郭文贵 所以对他来讲 觉得现在挑出习王关系这个话题啊 对郭文贵并不是太有利 好的 这个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所谓鸟进攻藏 显然鸟没有进啊 这个攻还不能藏 兔子还在那个好多地方跑 所以这个走狗还不能够喷 那么这个 是不是郭文贵就算是他 没有打算 或他没有这样的意图要让这个凸显 或者说是这个好像暗示 习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现在会不会发生这样的这个现象 或这样的效果 因为他里面讲 他说是一个傅政华交代他 说要查王岐山 然后呢是习近平这个交代的 亲自交办的 这个到底这个真真假假如何 夏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就是说傅政华一个是跟他有 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包括所惠受惠 对 过去他也是接触过傅政华 他要是说一点没有接触过的话 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 这么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想他虽然现在还起不到 真正分化或者离间 习王之间关系的作用 或者说已经起到了 但是呢还不到撕开脸的时候 但是呢他至少 如果要是讲挑起两方的矛盾 非常激化的话 倒是有可能危及傅政华的这种地位 因为傅政华是目前是习的红人 那王岐山如果要知道傅政华 竟然是这种人是 谁有事就靠谁 就投靠谁 而且他过去他算是周永康的人 他很快就投靠到这边来了 对吧 现在呢又假如说 就投靠到那边去 好像就连这个 王岐山他都敢动的话 那么王岐山如果对他下狠手的话 他的地位也是很难保住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呢 郭文贵最想除掉的是傅政华 他知道他自己 如果想除王岐山和习近平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除掉这个傅政华 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想到一件事啊 这个我也这个 拜读过文昭先生 对这个郭文贵做过很深入的研究 这个郭文贵啊 他是所谓的循序渐进的 他是这个巴结或者拉拢 或者为某一个 这个某些对象服务 他这个层次是足足升高的 那他到底可能到了什么样的阶层 是不是这个马剑之外之上 还有其他的阶层呢 这文昭先生您怎么看待 郭文贵发迹的历程啊 披露的比较全面 还就是财新的那个权力猎手 郭文贵啊 他那是一个深度报道 有些事实细节的部分呢 我觉得还算是站得住脚的 特别是郭文贵的人生历程 他从山东 然后到河南郑州发迹 然后再到北京 他的整个历程呢 基本上就是他到一个地方 攀附上这一级的权力 然后以这一级的权力为跳板 再攀附更高一级的权力 所以说郭文贵实际上 认识马剑是在2006年吧 然后马剑在其后 帮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去摆平那些商业上的纠纷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按照郭文贵这个 他自己商业上成功的轨迹的话 他2006年认识马剑 到现在有10年了 难道他不会以马剑为基石 去攀附更高一级的权力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马剑由于是国安系统 所以马剑他能够提供给 郭文贵更高的权力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有可能确实是以前 掌管安全系统的中央一级的领导 其实这个猜测从一开始就有 但到现在呢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去关注到 郭文贵具体爆料指向谁了 关于他是不是有更高 所以我还要视力参与的背景 在马剑背后还有人跟郭文贵有联系 比马剑更高的人 现在探讨人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性是一直不能排除的 就是刚才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郭文贵他为什么会选择 视频爆料这种方式 对他来讲呢 他可能觉得这种方式最好 因为呢他的消息可以直接出去 他为什么不选择西方的主流媒体 目前还没有 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 西方主流媒体他自己要有很 有一套查证这个消息的规则 他不是说你给我提供什么 我就报什么 我不会照你给我提供的东西 完整的报出去 他只会选择他能够证实的一部分 再有一个西方主流媒体 他查证的时间很长啊 他很可能他一个觉得很重大的报道 他用一年半载去查证 可能几年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呢 也达不到郭文贵所要提到的 就是当下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想呢 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视频直播这种方式 我觉得他今后可能主要还是会依赖这种方式 他所提供的材料里面呢 我觉得是不是有猛料 实际上中共政府自己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你像巴拿马文件啊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解密海外藏附这些问题啊 中国的官方是比较安静的 他没有直接做出什么太强烈的反应 用着海外反华势力抹黑我们什么什么的 他没有做出太强烈的反应 但是这次为了阻止 郭文贵说话 他做出了很强烈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他所掌握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很猛啊 这个中共政府那边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了 好的我们这个有一位网友问了个问题啊 他说这个郭文贵啊爆出了这个王岐山的一些问题啊 可能的问题啊 质疑王岐山的家族啊 跟这个海南航空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啊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其实也谈过了 就是这个会不会也爆出了习王两个人呢 是有一些分歧的 但是好像他并没有具体的讲述这中间怎么样的分歧 总之就是说 这个郭文贵爆这个料 会不会影响王岐山在十九大上留任 夏教授您怎么看 我现在对市有大最高权力的分布 有这样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总理会由汪洋担任 然后王岐山会当人大委员长 当然有人说李克强怎么办 李克强最有可能当人大委员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是 他们如果要讲真的话 王岐山要真的话应该是真这个位置 否则的话他留任没有意义 他为什么要再留任一届 只当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呢 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现在实际上掌控的权力 就是掌控了这种对权力的这个监察 和这个反腐的这个功能 他已经是最高了 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如果十九大 他如果不能够担任人大委员长这个职务 对他来说意义就不大 而且他的年龄也到了 就是说但是有人说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安全 他也应该留任 要不然的话很不安全 会有人报复他 这个当然是一种说法 但我相信王岐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应该是为自己的后路做好了安排 然后说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留任 我觉得就是说由于人们海外 特别是跟郭文贵爆料说习王不和 来影响他的留任 这种可能性极小 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观众问的就是在考虑到这个人出任某一个职务的时候 他的形象占了多大的比重 意思就是说像文昭刚才讲的现在这个仍然是这个强敌环伺 所以现在还仍然需要借重这个王岐山的时候 习近平会继续力挺王岐山 会让这个王岐山继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但是如果爆出来这个料经过了各方的核实 发现他确实家族涉及贪腐的时候 他的形象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呢 我的回答是不是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贪腐官员太多 而且哪怕是常委里边也都是极其贪腐的人 所以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他如果认为王岐山真的在政治上对他有一些其他的打算 比如说想取而代之 那这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一定会除掉的 除此之外 仅仅是王岐山有经济上的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不会因为他有经济上的问题而把它除掉 除非发现了他有想取而代之的这种歧途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情况 昨天我有网上的一个不知名的网友给我提供了一个资料 他说是猛料 一个是建行的存款单 存款单上的数字你要一个一个数 你发现是40万亿 后来我说这个不可能 我说这个人告诉我 他说这是王岐山的存单 这是通过特殊通道拿到的 但是我不相信 我说不要说40万亿 40亿我还勉强相信 说400亿我都不信 因为到王岐山这样一个层级 贪腐他不可能避免 但是又不会那种穷雄恶极到这样一个程度 以我对王岐山的了解 我在90年代认识他 所以说我对他的了解来讲 他当时还属于那种比较开明的一派 还对改革记忆很高的期望 以他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聪明的人 他整个的家族情况来讲 他不是那么贪婪 他的生活习俗 消费习惯等等 都不至于要贪到那样一个程度 所以40万亿这个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想想 中共总共这些高级官员 能够掌控的资产又有多少 另外同样一个人告过爆料说 习近平现在个人 他能够掌控8500亿 现在他最近正在转移 把这8500亿里边的一部分资产 转移到海外 所以现在这种爆料很多 而且有的还提供了所谓的证据 就是存单 但是这个存单呢 我都觉得很可疑 我根本不相信 一个个人可以拥有那么大的数字 所以说现在呢 这种说法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来证明 用数字来证明 用数字来证明没什么意义 好的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 在这个所谓的这些爆料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核实 同时这个张三说李四怎么样 我们要提供相对一样的平台 让李四也能够有所回应 这才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这个网友的这些回应问题很多 其中有一位朋友问到 他说如果郭文贵的目的 也可以理解 郭文贵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中国政府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包含他的这个家人 包含他的事业 包含他的员工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 不释放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家人 还有他的员工呢 这个文昭先生您怎么看 其实这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郭文贵的爆料里面呢 当然他有很多是 讲述不全面的 比方说 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郭文贵如果是 照傅政华所说的 做了去在海外搜集了 王岐山和孟建柱的黑材料 那么为什么傅政华要毁约呢 他为什么不去 就不把郭文贵的家人放出来了呢 这当中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存在着 很大疑问的 有人讲呢 是不是傅政华就是想贪图 去贪了这个郭文贵家的财产 想灭口呢 可是要知道郭文贵 早就在海外了 他处在一个这个 非常严密的保安之下 你要灭口 他是不可能的 你说你毁约只能进一步 激怒郭文贵 去放出更多的材料出来 所以他为什么要把 就是傅政华和郭文贵 主动把他们之间的 默契关系破坏掉 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 也有可能也会是 对这整个事件 我们理解非常关键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披露出来 但是刚才呢 就是那个问题 我跟夏教授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今天呢 上美国之音的节目 那位大陆的学者 宋鲁正呢 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还是对的 就是对习近平这个人的理解 习近平反腐呢 如果我们理解他 仅仅是想搞权力斗争 让自己位置作文呢 我们把习近平看得简单了一点 习近平有他的明君梦 有他想在历史上 留下地位的想法 他有他的历史的 所谓进取心 尽管是想维护 共产党政权的这种进取心 但是他想把这个中国历史 带到一个什么高度 他甚至可以媲美历史上的一些明君 他有这个愿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讲有贪必反 有府必素 在这个过程中 触及到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家人 他觉得暂时不能够树敌太多 把这些案件按下不表 只办一些人 不办另一些人 这是政治上的一个现实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证明他的盟友王岐山 他非常倚重的人有问题 以至于他去袒护这部分人 袒护王岐山也好 别人也好 让他的历史地位都受到影响的话 习近平会是会犹豫的 我相信是会这样的 所以说 我一个不同意见就是 如果他真的要讲证据确凿的话 李鹏家族证据确凿 江泽民家族证据确凿 还有很多你可以贾庆龄家族 一个一个都可以 有人说 那他们这些人都下台了 对 还是回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反的是贪 贪腐家族 那这些人都是明摆的证据 很容易办的 为什么不办 对吧 如果你要是讲说 是为了权力斗争 是因为现在权力的需要 我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 就是说 如果王岐山危及习近平的 这种领袖地位 那他可能会除掉他 除此之外 仅仅是因为贪腐 我相信 即使王岐山贪腐 他贪腐的数字 也不可能超过 我刚才说的那些人 包括王震家族 包括陈云家族 邓小平家族等等 对不对 中国的这种 在政坛上 本来是水乳交融 但是必要的时候 也是可能杀红了眼 那么这个也让我们想到 郭文贵爆料这个案子 究竟是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子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会有更多的妖魔鬼怪 会有更多的事情 爆发出来 或者是打开了一扇窗子 让我们看见 中国的窗子 看不到全貌 也许看到一部分 看看中国的官商勾结 或者是官场的斗争 究竟是怎么样的抽不可闻 或者深不可测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会继续为我们的观众 听众朋友保持关注 也请大家继续收看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中国热评 谢谢文昭先生 谢谢夏宜良教授 也谢谢我们观众 和听众朋友的收看收听 我是刘萍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